变形金刚实力大盘点 第42名毒刺 它是由KSR公司打造的人造金刚 号称大黄蜂的升级加强版 不仅拥有特殊的粒子形态来规避一切伤害 还拥有极为变态的自我修复功能 而它的载具形态更是全变形金刚里最贵的帕加尼风神辉 不管是炮妞还是装逼都拉风十足 完全是在座各位买车的首选目标 在变刺中它与五五开决战时一度取得上风 危机关头 大哥擎天柱带着恐龙金刚们及时杀到 大黄蜂这才反败为胜 而毒刺的头颅也化作飞镖的养料 第41名炫运 狂派第一位登场的先锋大将 刚出场就以绝对实力担任覆灭美军卡塔尔基地 它的载具形态是一辆CH-53海上种马直升机 同时为了弥补其陆战能力的不足 它的身体中还藏有一只机械巨蟹 两者配合之下可谓死角全无 令人惋惜的是 尽管炫运实力强大 却在决战时败于一名小小的人类之首 当真是剧情杀无疑 第40名大力神 它是由7台超级矿用工程车组装而成的合体战士 平均每台造价高达上千万每刀 完全是行走的经费巨怪 大力神拥有无比的身材和力量 只要一拳就可以敲掉一座桥 它的主武器是那张血盆大口 能吞噬体型小于它的任何事物 据说为了制作大力神曾经烧坏过好几台超级电脑 而这也成了它草草收场的真正原因 死因源于剧组经费不足 那么你们知道它下面那两个铃铛是干嘛的吗